哇 这好小哥啊 要是我直接跟我妈说 她肯定会问 大自卑会了吗 喝起来了吗 嗯 嗯 哎 对了 爸爸对不起了 妈 给我做杯这个 喝起来了吗 哎呀 你要是做得好 这家草包图就送给你 真的啊 我要是做五杯 是不是就能得到五个草包图啊 孩子肯定不能喝咖啡啊 所以用奶茶来代替啦 冰箱里总有吃不完的水果 随便切点就够用啊 重点是色彩要丰富 水果差不多了 再打个奶油做鞋顶 用暴磁器暴冰 跑 跑了个鞋吗 那就吃吃料理机 一起炒点咖啡 还是用手切靠谱 一大盘碎冰搞定 材料就齐了 接下来一眨眼 冰会很快 一眨眼可就学不会了 煎过一番简单的折腾 一组初春系列的饮品 就搞定了 配料 我打在字幕上啊 儿子 来叶一下货 哇 嗯 嗯 嗯 他帮子呢 啊 啊 来在这儿 臭饺子不讲武德是吗 要是他 这是什么意思啊 请儿子全班同学吃路边摊 是怎样的体验 梅花糕 哦 超级啊 已经熟了 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 好不好吃啊 好吃 这小子啊 今天说要请全班同学 来吃咱自家的路边摊 那正好我买的梅花糕的模具到了 北方的孩子都没吃过呢 这一锅就能做19个 就做他吧 这全班的同学 我不得搞一大盆面糊 这个倒是简单 高筋粉 酵母 小苏打水 酵和云就可以人一边发酵了 接下来就是丰富的小料部分 用高压锅压熟的红豆啊 不用提前泡 咱自己做的红豆沙可不是买的那种 厚甜的能比的 现在有点湿也没有关系 加黄油加糖炒一下 就是这半沙半豆最好吃的状态了 那传统的梅花糕里的青红丝 可是我们小时候的恶貌 所以啊我用果蛋皮 剪丝代替红丝 加点白上糖拌一下 这是美好的红丝了 那青丝就用猕猴桃干切丝了 梅花糕最吸引人的 必然是丰富的小料 把传统的大枣葡萄干啥的 我替换成了现在孩子们的 太多年前 这面糊也发酱好了 这个面是这样的 超级有弹性的样子 600买的这块铁巨尘 不过这面花形还是很好看的 我先在家小试一下 看能不能行 里里外外都刷上油 这个面糊 哎呀有点难下来啊 太有弹性了 这还得快点 不然凝固就填不了馅儿了 我给他们搞一个盲盒 每个坑填不一样的馅儿 上面再盖一层面糊 面糊上还得撒五颜六色的馅料 看看谁的运气好 能拿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每个坑上再插块巧克力 就是一份电汤级的梅花糕了吧 盖上盖子 等个十分钟就好 哇 还是自己做的好看啊 哇这声音好脆啊 梅花糕是江南地区的有名小吃 星似梅花色泽有人 最绝的是这个外壳 被厚铁烤得脆脆的 里面是糯糯的 再加上几十种的馅儿料 又脆又润的口感 再加上甜香味 走 买汤 妈 我不来了 不是全班吗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现在的中学生实际多宝贵啊 都有时间表的 放进过来 那你赶紧喊一下 不然待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啥 红豆 啥我自己做的红豆 你也要加巧克力的 OK 给你们外面一圈都放巧克力吧 当然了 又聚集了好多人 哪个都是最爱 这是什么 7米 10分钟 好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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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急啊 已经熟了 好烫 好烫 这个是够烫 免贴的声音 蛮好了 没吃够的这次 管够 谢谢 哇塞 这个好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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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来来 过来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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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棒 好吃 做出 我拿来拿这个 大绫子 来说吧 好不好吃 好酱 哈哈 哈哈 你每天给我做饭 今天我会给你露一首 真的假的呀 你要给我做啥呀 你玩鸡蛋 鸡蛋还是炒鸡蛋呀 鸡蛋 首先准备三个鸡蛋 再一种磕鸡蛋 可以呀 哎 再来整盐 然后气火 开始撒油 现在就等锅热 这个时间呢 把鸡蛋给打碎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把这些都倒进去 然后逊子拿筷子 搅拌搅拌 现在这样往上炉 把圆变成半圆 把它静置 差不多十秒钟吧 再给它翻过来 捣腾几次就可以了 然后鸡蛋倒进去 刚刚好有番茄沙四 做好多 再一块品尝 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间 想起给我做饭呀 我妈母亲节快 哇塞 那我去得好好尝尝 尝尝 特别好吃 那我尝尝 其实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严加的太多 回来了 气死我了 行它又毁炸了 诶 待会儿吃饭了 你们看到我脸上有酸吗 我肯定不会承认 一看到这拉丝 就得流口水 怎么吃饭了 不是 哎呀 你来看看 有啥好吃的 干饭人 干饭玩 干饭人吃饭 谁又疼 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啊 有不开心的事吗 爸爸我要吃下午茶 炸薯条 能不能吃啊 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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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这个鸡 这个鸡 哎 你搞个土豆干嘛 非要出去吃炸薯条 是喝没有碍下的 可以可以 表现不错 我爸今天表现不错啊 家里这种最普通的黄土豆 就是最适合做薯条了 咱出去花那钱干啥 像在家做生意外面一样的脆香感 那是用秘诀的 秘诀一 就是泡它 尽量洗掉淀粉 哪个小可爱留言说要薯塔来着 今天一定有APP了 薯塔的关键是切法 切成弹簧状 秘诀二 是水开放盐煮它 秘诀三 是超过水的薯条 冰它 再捞出控干水分 薯条就装袋子里 再来一大勺淀粉 晃晃晃 倒出一部分 剩下的冻起来 随吃随炸 薯塔就穿起来也撒上淀粉 全部准备就绪 开炸 秘诀四 一分钟再复杂一次会更错 冻一点五 就是要趁热撒调味 这样才能粘到薯条上 看着妥妥的 跟麦叔叔的一个样 嗯 味道毫无差别 薯塔也是一样的流畅 只不过 我实在没有超大锅了 但是也不影响最后的成果嘛 看看这是不是跟小吃街的一个样 嗯 土豆这是怎么做的好吃 现在可以喊牛角来吃了 好难道 薯条都好了 快去尝尝 妈 妈 这是你做的 好 我饭了 我什么都在找你算长的 哇 哎哟 我看饭吃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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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哈哈 还是文化好 嗯 爸爸 听说你要给妈妈买口红 什么让我说了 给没说 哈哈哈哈 哇 我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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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